今年1月刘先生在京东上买了这部苹果12手机 花了4800多块钱 刘先生说4月25号手机开不了机 就找到了杭州中山北路 粤都商务大厦里的一家维修店 这条短信是这么写的 尊敬的苹果用户 已帮您成功预约 后面是预约时间乘车路线等信息 最后还写了 感谢您对苹果产品的支持 如有疑问请拨打400电话 当天维修店出具了清单 没有公司名称 写了进水不开机更换供电组件 刘先生说他把手机放在这里修了三天 没能彻底修好 他就把手机拿走了 门店也全额退还了1700多块钱维修费 28号那天我从他们是拿下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直接去了这个 银台的有个那个直行店 我去直行店去了 去直行店然后让他们给我检测了一下 然后他们说查不到叙利号 我拿回来之后呢 我就是联系了一下那个京东 京东售货 反正呢今天呢 昨天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 他说是那个我的主板 跟我这个手机对不上 他训练号都对不上 我们这边是拒绝您这台机器维修的 因为您这个机器的话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个 这个机器和系统是不符的 所以说不能维修 意思是主板跟我这个出厂对不上是吧 对 您是京东的售后还是这个苹果的售后 刘先生说他这才意识到 这家维修店根本不是苹果官方授权的 如果您说的是中山北路的话 售后店铺它没有 它只有在那个绿水路 还有一个是在那个丰盘路 对我们还是要去到这个专业的一个售后店铺 您的话如果需要 我们也可以下载一个苹果支持 然后在里面可以查到 你最近的一个售后店铺 这些都是出来的 都是我们官方授权的 刘先生认为 手机的主板被维修店更换了 记者找到了这家维修店 门头上写着 客户维修中心杭州地区 没有具体公司名字 因为林店长说 他们不可能更换主板 我记得他记得很清楚 25号来 修了一个多小时 好了然后拿走到第二天 手机又不行了 又拿过来修 然后给他放了三天 是 在那屋 他把手机要递给我 他又说要剪车 又把手机拿上去了 对呀 我根本就没拿手机 26号来 对呀 26号来放了三天 他在那屋 你把手机要给我的时候 我就准备接 你等会儿 我再给客人 不要采访 不要采访 要不直接找公商去处理吧 好吧 林店长说 4月25号 刘先生拿走了手机 26号又来修 这一次 他交给了其他维修店的 一位陈师傅处理 说着林店长 拨通了陈师傅的电话 对 他现在的客户的 现在是带记者过来采访 知道吗 是哪一天拿到您这里 委托您维修的 你在问谁啊 我在问您啊 我为什么要回答 你个问题 你告诉我 这家维修店 没有安装监控 所以25号 刘先生到底 有没有拿走手机 很难得到确切的证明 即使能证明 也无法确认 主板到底是在 谁手里出了问题 他说来这里是 不以为你们是 苹果官方售后 嗯 那我们没说官方售后 你看我们哪里 打苹果官方售后的 是不是 我看你那个短信上面 写的苹果什么 苹果 苹果客户维修服务 不是官方 官方售后维修服务 客户维修服务中心 客户维修服务中心 知道吗 没有说官方 没有人跟他说官方 记者在进入门店之前 曾经联系过这家维修店 当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 是这么说的 嗯 您这里是苹果手机的官方售后吗 嗯 手机什么问题呢 开不了机了 那你可以拿过来看一下 检测一下什么点吧 你们这儿是官方售后的吗 跌到这边就是这边 好吧 我是不是官方点啊 不是官方点我就不来了 什么 是官方的点吗 不是啊 不是啊 哦 是咱们在那个阅读大厦是吧 喂 是是是 就是大多数人都不会太那么 太仔细去看这个东西 一看有400电话 就觉得他们是官方售权的 这个东西 因为手机坏了很着急嘛 所以说也没有太仔细顾问 所以这个事呢 也就是花钱买个教训嘛 原来希望大家都知道就行 刘先生说 他已经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也就这报道 监管部门